2008年的时候 在山东腾州发生了一件怪事 女子怀胎十月生下孩子 次月生下的孩子刚满月 却又回到医院要生产 无论是丈夫还是医生 都被吓了一跳 头一次见着这种事情发生 但经过检查之后 根本没有发现女子子宫中有胎儿存在 那为什么这个女子的肚子会鼓起来呢 腹中难道是鬼胎吗 本期九州密使路 就带大家一起了解这个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 山东腾州文广发家中刚戴下椅子 家中所有人都在为这个孩子的到来 而庆祝着 其乐融融 如此重要的事情 文广发便开始和妻子赵正琴 商谈着孩子满月大摆宴席的事情 好让街坊邻居都来为这个孩子的降临庆祝一份 见见孩子满月的日子逼近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赵正琴突然开始捂着肚子 卧躺在地上 腹中也传来阵阵疼痛 而这种钻心的痛断十分清楚 正是一个月前刚体验过的 他急忙叫来丈夫 说自己要生产了 可刚生完孩子没有多久 又怎么会这么快怀孕 而且还这么快就要生了呢 文广发看着妻子脸色发白 额头上全是冷汗 担心妻子产后身体出现了问题 来不及过多思考 就将妻子带到了医院检查 路过的村民们看着肚子鼓起来的赵正琴送去医院后 都在窃窃私语着 认为赵正琴被鬼附身了 那高高隆起的肚子怕不是鬼胎 怀着的是一个孽障 这种说法在村子里面快速蔓延着 就连身在医院的文广发都有所耳闻 但现在他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妻子身上 赵正琴躺在病床上 见着主治医生就紧拉着 面带痛苦的将身体上的反应 一五一十的告诉医生 医生听后也是忍不住的笑了出来 认为赵正琴这是怀胎后留下的后遗症 而且赵正琴刚生完孩子没多久 又怎么会怀孕生产呢 可医生将目光放在了赵正琴肚子上时 面容僵着 刹那间 医生脑海中闪过各种各样的医学片段 也没有办法想通赵正琴 为什么肚子还是像怀孕时那般 难不成赵正琴腹中真的还有一名胎儿吗 还是有其他的状况 投胎刚满月又要生二胎 是孕妇还是产妇 医生从一二十年从未见过 原来赵正琴的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的 在还没生下孩子之前 他就已经有所怀疑了 但无论如何 医生还是将之前给赵正琴 接生的医生找来了 文广发过来之前 也是将病例本带着 医生打开一看后 瞬间恍然大悟 原来赵正琴正是一个月前让医院 大吃一惊的特殊孕妇 当时正在家养胎的赵正琴 突然感觉到腹中有所反应 于是让丈夫赶紧送到医院 经过医生的初步诊断之后 才确定赵正琴要上来 由于当时情况特殊 医生也是来不及继续给赵正琴 做系统的检查 便将他推入了产房 直接开始节省 这个决定也让手术过程十分顺利 孩子和大人没有出现生命危险 短短几分钟就成功产下了一位 六斤重的小男孩 可抱着刚生下来孩子的医生 却看见赵正琴的肚子 没有完全下降 和普通的孕妇完全一样 就连有20年从业经验的医生 也是震惊不已 可明明看见孩子生了下来 难不成赵正琴怀的是个双胞胎 医生想了想 又开始准备为赵正琴节省 可令人不解的事情却发生了 仪器探测的子宫里面 并没有孩子的迹象 空无一物 根本没有所谓的第二个孩子 此后也是直接没有在意这个事情 赵正琴修养好后 便让他办理了出院手续 可现在赵正琴又突然是这个样子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有了上次的经验之后 医生将赵正琴身体全部检查了一遍 竟然发现了这个秘密 原来确实有一个孩子 在赵正琴的腹中 只不过不在之前检查的那个子宫 而是另外一个子宫 也就是说赵正琴体内有两个子宫存在 头胎刚满月又要生二胎 是孕妇还是产妇 医生从一二十年从未见过 一般来说正常女人只有一个子宫 而赵正琴明显就是一个例外 此时医生解释道 这种情况是属于子宫发育异常 可以称之为畸形子宫 主要就是因为子宫在发育时 两侧的中肾管没有完全融合 导致互不搭理 个完个的就自然而然的发育成两个子宫了 而之前孩子出生的子宫是在正常位置 另外一个子宫被挤在了一旁 这也就导致上次没能够发现 腹中还有一个孩子 那么这个孩子在腹中多待了一个月 能否顺利的生产下来呢 医生知道了这个消息后 心中也有了准备 将赵正琴推进产房后就开始接生 但正是因为多待了一个月的时间 医生发现了这个子宫中的羊水 不是那么正常 有些偏少 若是顺产稍有不慎 就会让胎儿死在腹中 而剖腹产同样也面临着危险 孩子很大几率生下来就是一个畸形 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智力 造成脑瘫 就连大人也会有生命危险 这两个选项交到了丈夫手中 他十分疼爱自己的妻子 而且家中也已经有了一个孩子 他不想让妻子再冒这个险 若是有个意外发生 家中刚满月的还自己该如何是好 可赵正琴明显不是这么想到 腹中的孩子已经陪伴了他十多个月了 两人之间的纽带 不允许他将这个孩子给放弃掉 无论如何都要将这个孩子生下来 文广发还是改变不了赵正琴的想法 两人经过商量后还是决定剖腹产 在产房外的文广发提心吊胆 时时刻刻都在为妻子欺负 或许是上天愿意给他们这个机会 赵正琴在手术中也是异常的坚强 医生推开产房后 传来的便是婴儿的哭泣声 医生也告知赵正琴身体没有什么一样 虽然这也是他们头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幸好之前准备的比较充足 赵正琴母子两人成功渡过难关 两个子宫的事情不常见 尤其是两个子宫同时怀孕 这对于孕妇和医生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但不得不佩服赵正琴的毅力 正是他的兼职 才让这个小家伙成功降临于世 也打破了在村子里的谣言 本期故事到这里已经结束了 那么大家对于这件事情 有什么样的看法 评论区留言讨论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